环保永续的概念逐渐受到了各产业的重视 而政府为了达到2050年金铃碳牌的目标 将投入30亿元的预算 从2023年开始实施住宅家电太久换新节能补助 还有商业服务业节能设备补助两大措施 家庭业者表示乐观其成 因为使用一级能效的家电 可以环保节能的同时还可以省下不少的电费 年末将至不少家庭都会趁着大扫除的同时 把家电太久换新 而政府为了实践2050年金铃碳牌的目标 再度推出家电太久换新节能补助计划 补助金额是历年最高 非常赞同政府这项政策 鼓励消费者使用节能的家电产品 每年可以大规模的节省电力 住宅家电太久换新节能补助 从112年的1月1日起正式开跑 消费者只要选购能源效率一级的冷暖气机 或是电冰箱 每台都能补助3000元 另外在112年6月14号以前 还有减征货物税2000元 等于补助最高可以达到5000元 预计补助64万台家电产品 将可减少33.92万吨的碳排放量 让净零目标更进一步 把冷气内部洗干净 保持高效能的运转 达到用电更省 呼吸更健康的目的 持续开发节能 智慧的产品 让消费者可以享受更省电 更舒适的环保节能生活 政府和业者洗手合作 呼吁民众态换老旧家电 除了能享有节能补助以外 还能减少电费支出 也对地球做出贡献 这台北综合报导